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选秀在今年夏天又掀起了一片热潮 即谢霆锋 陈坤 陶金莹之后 第四位总决赛评委终于在6月9日曝光 他就是同样是湖南卫视选秀节目出道的李宇春 2013快乐男生66强全国见面会当天 李宇春继续秉持他的硬朗中信风 身穿彩色马赛克小西装 搭配军绿色衬衫及短裤 帅气十足 一出场便获得玉米们尖叫连连 担任跨男评委李宇春的风格同样直爽 直言讨厌一上来就说故事的选手 同时他还调侃大家的黑幕论 幽默地表示想看看比赛到底有没有黑幕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不太喜欢讲故事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讲故事 我记得我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就说的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就唱吧 就干干脆脆的就唱你的歌 表现你想表现音乐就好了 没有担心我其实很好奇 因为我做过选手 但是我没有做过评委 我想做评委看看 会真的有黑幕吗 作为05超女冠军 选秀巅峰时期的标杆代表 李宇春以评委身份重返选秀节目 备受大家关注 作为跨男中年纪最轻的评委 李宇春表示压力不大 将会以直播取胜 其实我觉得他们三个 就是我觉得经过神典的风格 都比较风格 现在是导演主要的风格 真正的风格我觉得要在现场直播来见灯球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快乐男生 我觉得最有态度最有魅力的一种表现 就是我非常期待十一号的生产词 真正的我为什么要来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很酷吧 因为我二十一岁 在湖南卫视这个舞台上面做选手 那我今年二十九岁 然后我来做评委 我觉得好像也很难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二字头 的一个人生吧 我觉得还挺酷的 我觉得还挺酷的